你整的都好了 也未必幸福 尤其是两口子 在一块生活那么长时间了 突然对方这容貌改变了 就算整的很成功 你都得适应一阵子 要是赶上整坏了呢 没法想象了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 这两口子整容 整出来点什么事 老公 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韩国 你看你买的 手机 电脑 名表 一大堆东西 我就整个容 怎么都不行了 你这小模样够漂亮的了 还整什么呀 那不行 你现在是演员 还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又拍电视剧 你以后啊 没准会当台长 当文化部部长 再当我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了 你对我这要求太高了 你怎么说也是名人 你老婆能给你丢人吗 我不得把自己整的更漂亮点 行 那你长去 我上那边吃点东西 谢谢老公 欢迎广临 你会说天津话 我都是天津人呢 你一天津人 怎么跑韩国当大夫来了 那还不是在天津混不 最近物大 这韩国可是整形大国 他一天进人 能在这站住脚 技术肯定不错 你看 咱们是同乡 你能给我打个折吗 能啊 一点散折 再打八把折 您看我这脸了吗 都是我自个儿长大 炒腔酒措 没有 马赛克 您想要个妈妈的呢 我呀 我想要 董洁的鼻子 姚晨的嘴 张子怡的眼睛 康围的腿 刘嘉玲的耳朵 张伯志的眉 我还想要 销两家 店下巴 最重要的是 我想要柳妍的 我懂 我懂 大夫 您看我这要求不高吧 不高 您这才叫 鸡纵朵梅鱼 景华鱼一体 那 您来后边请 咱们建筑开始 您请 大夫 大夫 景卫先生 您想做个整容菜 我整什么容 对了 你在韩国 你不认识我 我秋军 你听我的名字 我这够英俊的了 我还整什么呀 我 大哥 您都秋英俊了 还不整容啊 没知信啊 人界有志 下面 您看看 我们这成功的案例 我看看 这够漂亮的 这都一个模样 这不要在意细节 你别说 看着是挺养眼 我媳妇刚是不是在你这整的 是 整的怎么样了 我们根据您夫人的要求呢 做了一个电脑的效果图 您请看 我看看 就这么 过来 我看我怎么臭泥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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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